花莲县政府从民国99年开始 免费提供小学营养午餐 希望让学童在平等教育当中 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为了了解营养午餐供应情况 花莲县长徐振卫 2019年2月22号 在教育处代理处长李育仁 农业处长罗文龙 跟卫生局长朱家祥的陪同之下 一起到中正国小视察卫生管理的情况 并且跟学童共进午餐 徐县长也要求学校要做好午餐管理机制 加强卫生管理、提升品质 让我们孩子吃到有机的猪菜 那另外对于营养的调配 也都非常非常的均衡 相信对我们孩子 这个在学校的用餐 都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而且就吃得美味 徐振卫县长还亲自到学校的配膳室视察 了解每天的菜色跟食材 徐县长希望孩子们饮食要均衡 多摄取各种营养才能健康、长大 老师跟同学们也都说 徐振卫县长好亲切、好体贴 好像大家的妈妈一样 让他们十分感谢县政府的关心跟用心 让这一场营养午餐 变得十分温馨热闹 好,营养午餐棒棒棒棒 棒 好吃 好不好吃 学校的营养午餐好吃吗 好吃 花莲县政府推动有机营养午餐 已经是第四个学年 每个学校都配合营养师 提供均衡营养比例的餐饮 也推动学童营养午餐 每周一天食用有机蔬菜的政策 以在地小农产销般栽培的有机蔬菜 作为新鲜美味的食材 让学童们吃得开心健康 安全又美味 记者 陈俊宏 陈文旭 花莲报导